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立位记》第17章 这一章的经文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 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 谈到应该怎么处理宰杀牲畜的一个条例 然后第二个段落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结尾 基本上在谈不能够吃血的这个条例 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第17章 学者的讨论常常就聚焦在第17章 它这个的位置到底应该属于怎么样的一个范畴 因为从第1章一直到第16章 我们看到是跟献祭一些的祭物 不同的献祭一些的节气有关系 而第18章开始就是谈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圣洁条例 怎么样公正的去对待人呢 第19章第18章谈到淫乱的这个事情 因此第17章这里谈到杀动物 那不可以吃血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 我觉得在第17章这里 其实它的内容有一点点好像桥梁 呈现起后 前面的是不是如果按照学者的分类 前面的部分是比较宗教性的 后面的部分呢 则是生活上的 而第17章你就发现到 它其实又关系到宗教 又关系到生活 首先它谈到杀这个动物 要带到圣所去 要献上作为平安祭 然后过后它就谈到 不能够吃这个的血 动物的血要把它放掉等等 我们看到它其实介于两者之间 在好像在中间的部分 有一个层上旗下 连接前面的部分 谈到跟宗教跟礼仪关系的先祭 然后也连接到下半段 谈到生活当中的圣洁 生活当中怎么样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来试想一下第17章这里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吧 17章第一个的段落 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这里说是宰杀这一个的动物 它说什么呢 它说凡要宰杀家中的公羊 小绵羊 山羊等等 那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面前 为公物 至少它的血要撒在这个祭坛上 然后它的脂肪要烧掉 先给上帝 然后他们才能够吃这个的肉 那为什么是如此呢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如果这里在讲的并不是 他们在献番祭献罪祭 这里讲的是 当他们想要吃自己所养的 这些的牲畜 但是他们却需要带到会幕的面前 让祭司来为他们举行这个的献祭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想那个重点是在于第七节 这是为了要保护上帝的子民 第七节说什么呢 你们不可再宰杀 牲畜献给他们所行营 他们行营所随从的三羊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 上帝要以色列人 每次在宰杀这些的动物的时候 要带到会幕的面前 让祭司 让另一位人 来去协助他们进行献祭的活动 他的目的在于 不是因为上帝要这一个的献祭 我们知道千千万万的脂肪 都不如上帝百姓对他的顺服 对吗 所以上帝并不是看中那一个的献祭 那个的穴 那一些的脂肪 上帝乃是看中他的子民 免得他的子民向当时候的外邦人 在野外在营地 在这个扎营之处 他们随便献祭的时候 他们的就会被诱惑 因为在当地的其他的族群 那他们在野外献祭 那他们就向着山羊鬼魔 山羊的偶像来去献祭 上帝要避免他的百姓 免得他们在外面来宰杀这些动物的时候 会效法别的民族 然后就献祭给这些的魔鬼 或许他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他们可能会看到其他的人 其他的族群 他们怎么样宰杀动物 他们能练一些的咒语 他们可能做一些的动作 他们可能就效法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这其实是偶像崇拜 因此上帝要他们带到会幕面前 让祭司来去帮助他们 他们也在宰杀动物的时候 把脂肪 把血 就 浇在祭坛上 然后焚烧掉 他们就想用那一个的肉食 当然有学者提出在生命纪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种的改变 当时就容许上帝的殖民 宰杀 这个的牲畜 不必再带到会幕面前 那有学者就提出 立位记这里 他们还是在旷野暗影 而生命纪 是要预备他们进入到迦南地 进入到迦南地 分地 他们大概很难再回到 这个会幕当中 来去宰杀这些的牛羊 因此在他们经过这个旷野几十年的操练 来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在这一个条例上 有所放宽 这是学者给我们看到的一些观察 这是第一样 对不起没有 我想第一样的反思是什么 原来上帝如此看中我们 有一些的条例 从人的角度 看起来是非常 匪夷所思 为什么需要这样麻烦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 正是因为他爱他的殖民 他要保护他的殖民 那我们带着一颗认识 尊重 爱上帝的心 来去看待 他给予我们的命令 给予我们的典章 第二 整段的经文继续谈到 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家中或积居的 外不外人吃任何的血 上帝说 要向这些人遍免的时间 从百姓中除去 那第十一节就解释 这一个的原因 因为动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我把这血吃给你们 可以在祭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为血就是生命能够赎罪 因此就不可以吃血 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子的提问 到底这个的条例在今天 仍然这一个 这个有果效吗 有乐数例吗 是不是仍然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吃血呢 不能够吃 比如说一些人喜欢吃猪红粥 这个猪血 这个变成领界 变成块状的猪血 不能吃吗 我们常常被人问起这个问题 当然我想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这一个的问题 今天仍然可以吃血 吃血的条例 跟其他的动物捷径的条例 有没有不一样呢 如果你从这些条例 都一样的角度来说 我们讲说在新约 耶稣已经完成 所有的这个工作 而且在十六行传也好 在新约的其他的书信当中 或多或少都有提及 这一些的条例 不要在约束 在外邦人的身上 因为连割礼 连安息热 这一些的条例都不需要 那么食物条例 洁净条例 当然也就不需要了 因为这些不是信仰的最终的核心 我们反倒要去明白 它背后的那个神血意义在哪里 这是一个的角度 如果你把吃血的 跟其他的都一起来看 但是我想在 在食物条例当中 吃血的条例 却是非常明显 上帝的禁止 我们读过前面的经文 谈到什么动物可以吃 什么动物可以吃 当时上帝只把一些外在的现象 帮助分辨 但是在能不能够吃血的 这个条例当中 上帝却说得很清楚 因为血就是人的生命 而且血能够赎罪 而主耶稣在石家上 流出他的宝血 就是要赦免 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因此我想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一个的条例呢 跟其他食物的条例 还是有些不一样 而且圣经当中 上帝很明显的说到 生命就在血当中 我虽然不会把这看成是 一个条例 必须遵守的条例 免得死亡的条例 好像这是第十一届 我不会这样子说 但是我要说 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我们也应该认真的看待 上帝在圣经当中 很明确的教导 我们可以选择不吃 因为其实血 并没有太多的 那一个的营养 或者其他方面的 而且我们也很少听到 有人吃其他的血 大概只吃动物的血吧 那这个猪血 基督徒能不能够 为了信仰的缘故 而放弃吃这个东西呢 我本身是如此坚持的 我也鼓励 我的会众 可以选择放弃 不吃这一个的食物 那因为圣经当中 的确有很明确的指示 不要吃血 当然我们也不用把自己 绑到 那一个 比如说吃白斩鸡 它里面有点红红 我们就不敢吃 吃鱼 有点红红 我们不敢吃 我想我们也不用害怕 到这一个的地步 那个不是在吃血 那个是吃肉嘛 但是它当然有一些的 残留的血 我想那个是没问题的 我们不是刻意的 去吃血 因此我想这段的经文 也给我们 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 找到 这一个的方向 因为圣经 底底确确 非常清楚的说 生命在血当中 我们就不要吃 因为这血 能够赎罪 上帝让这个的血 有它的功能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 是带来 在我们身体当中 是带来生命 带来氧气 流出来 耶稣基督流出来的血 要做赎罪的功能 我们要把自己 全然的 陷在上帝的面前 也被他来使用 因此能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为信仰的缘故 或者为一些 虽然不是很清楚的条例 或者我不一定条例吧 不是很清楚 在信贷 是否仍然要遵守的 这些的规则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选择 像保罗这样 选择 做一个的选择 能够为信仰的缘故 能够为圣经当中 很清楚的教导 我们选择不吃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也给我们 这个选择的力量 我们同行祷告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圣经当中提醒我们 血就是生命 你要 借着耶稣基督 流出的宝血 赦免我们的罪 为这一切 我们感恩 我们要为主而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